哈喽,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 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最近,肖战再次登上了央视一套 在此次亮相中,肖战共济出现了三秒钟 说了一句话 肖战说,经典永流传用歌,让经典走向大众 是的,肖战这一次登上央视一套 还是因为文化综艺经典永流传 在该节目中 肖战曾演唱过两首歌曲 一首是主题曲《千年一生唱》和《纳英老师合唱》 词作者是康震以吉 曲作者则是刘卓 另一首是表达肖战自我心境的主石 肖战独唱 词作者是何家乐吉清代诗人郑板桥 曲作者依然是刘卓 值得一提的是 刘卓老师在另一档综艺节目 《我们的歌中》就已经与肖战有过合作了 像完美生活、心动、瑞光、满足等热歌 他都进行了在改编 让歌曲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做人当君子 君子当如竹其实 肖战演唱的这两首歌 给予人的感受格外不同 千年一声唱是一种历史浩渺 万里长河 穿越古今 抵达现在 竹石则是一种铿锵有力 纵横百合 破除阴霾 向阳而生 我们在歌曲中感受生命 也从歌曲中找寻自己 说起来 我们能够看到肖战这一次登上央视 有着重播的味道 并不是以一个全新姿态亮相 但是即便是这样 央视也进行了重新剪辑了 对此我们也感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与支持 对于喜欢肖战的观众而言 这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了 肖战自出道以来 受了不少采访 也留下了不少金句 或睿智 或通透 或余裕悠长 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句子 总能给人以启迪 并未借着每一个不安的灵魂 读到最后 多少人会热泪盈眶 在《新京报》上 肖战曾获得过 2019年年度娱乐人物 他曾接受了相关专访 当时 记者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拥有被爱的体制吗 肖战回答 每个人都拥有被爱的体制 每个人都值得被爱 是的 每个人 云云众生 万千你我 都值得被爱 曾几何时 肖战也曾在节目中回望过往 并看到稀释的自己 一般人总是会说后悔或不甘 后悔于某项决定 不甘于某件事情 而肖战则这样告诉时 年前的自己 你这个时候可以拥有你这个年纪的轻狂 跟你的一些不屑 一些肖张狂也也好 但是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身边的人都要有一个敬畏的心 十年前的肖战多少岁呢 十八九岁的年纪 反观一下自己的十八九岁 又在做什么呢 云云众生 万千你我 都值得被爱 时间是一个好东西 它能让努力变成成功 时间有时又是一个坏东西 它也可以改变人心 在个采访中 肖战曾谈到过人心 他说 很想向全世界身边说 其实我没有变 我还是以前那个肖战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但是解释不清楚 人心这种东西 一旦认定了 就很难改变了 多少人从知己走向末路 又有多少人从纯真走向复杂 但是变复杂是一件坏事情吗 在肖战看来 并非如此 记得在人物中 肖战说 对于我来说 我二十九岁了 一个人不断地成长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话 你需要学会复杂 一味的单纯跟鲁莽的话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这一次人物给肖战的定义 只有五个字 心中有旷野 旷野在字典中的解释是 一大片生长着不同种类 低矮植物的原野 朴实无华 质朴纯真 也就是未尽名是阮吉口中所说的 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旷野 现如今肖战 适逢低谷 许多支持他的人都开始为之加油 为之呐喊 用自己的星星之火照耀他的前路 只希望他归来的那一刻 能够再次说出那句 大家好 我依然是肖战 想想届时 多少人会热泪盈眶 以上肖战的这些金句合集 有多少人支持肖战 就会有多少人热泪盈眶吧 因为云云众生 万千你我都值得被爱 肖战的那些金句 令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一个呢